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航水石 航水石呢,听起来就是一块石头 对吧 我们中药很有意思 我们的主乡呢 把大自然中的植物、矿物、动物 都把它用作中药 来为我们的人体、为我们的人类健康来服务 可见我们的主乡有多么的聪明 我们今天讲到的航水石呢 和以前讲过的石膏很相似 它也是属于一种矿物类的一种中药 首先航水石呢 它是属于当斜金系的硫酸钙的矿石 这块的话咱们和石膏是一样的 石膏也是当斜金系的硫酸钙的矿石 而航水石它也是 所以航水石呢 它腺胃规径的和石膏也比较相似 它是心、强、大航 石膏是心、肝、大航 而航水石呢 入心、胃、还有盛金 由此我们可以推到它的功效有 我想第一个可以清热泄火 因为它是大航 所以可以清热泄火 第二呢 消肿止痛 第三还可以用于当毒烫砂 烧砂 这种情况 第四呢 它可以入心经呢 用于热病防渴或者是颠控 我想第一个 我们看 航水石它可以清热泄火 所以它与石膏相似 经常与石膏配物水 用于这个高热防渴的这种情况 第二呢 航水石可以消肿止痛 它药性寒凉 可以清热降火 缓解这个去热疼痛 平常使用的时候呢 多把它沿漠 用到这个 涂抹到这个晃出 可以缓解这个晃出 肿痛 这些红肿热痛 这些热病 这叫痛苦的这种症状 用于风热火氧 或者是口水生疮 烧伤炭神 这些情况 另外航水石可以用于 当毒烫伤 当毒烫伤 它可以清热泄火 防解赤热疼痛痛 经常用于皮肤灼伤 或者是水火烫伤 可以把它断烧以后呢 羊毛 挑服到这个晃出 另外航水石入心经 它可以用于 心火 往胜而引起来的 就是心房 它可以清泻心火而出发 航水石 清泻心火的时候呢 经常要用黄粮 钢草 共同搭配使用 由此可见 航水石的这个 功效还是很多的 整体而言 整体而言它是航性的 而且是大航 所以它可以用于一些热性病 无论是这个心火 还是胃火 还是这个圣经的火 它都可以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航水石呢 它药性航粮 容易伤害脾胃 所以脾胃虚航的这个人群要禁止使用 以及阴墟内热的这种人群也要寄用 航水石呢 整体比较简单 它就是一块石头 古人呢 把它用作一类中药 因为它的药性呢 是寒凉 所以它可以清热泄火 还可以用于一些当毒烫伤 消肿止痛 以及这个心火 旺盛 引起来的心房 它可以除房 好了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下节课我们继续 感谢大家